近日中国四川省歌剧舞剧院的艺术家们来到美国加州洛杉矶县的沃恩新世纪学习中心 为该校的师生呈现了一场充满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表演 本次活动由四川海外联谊会主办 沃恩新世纪学习中心和洛杉矶中国文化发展中心共同协办 旨在透过丰富的文艺演出让师生们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采 演出吸引了近600名师生和家长到场观看 四川大漠表演《长愁书役》、戏剧舞蹈《英姿》以及《川剧变连》等节目 展示了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现场观众反映热烈 沃恩新世纪学习中心的小学部主任罗德里格斯表示 学校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大型中国文化演出 这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与中国文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也促进了学校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理解 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类活动 进一步加强美中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现场更是有学生家长提到 他的大女儿已经学习中文四年 这次活动更让他坚定了让小女儿也开始学习中文的想法 他认为语言是一座桥梁 可以让青年一代更深入地了解彼此的文化 活动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深厚魅力 期待美中关系更加紧密 演出结束时演员们向学生们赠送了可爱的熊猫纪念品 这一举动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 8岁的亚历克萨表示 大熊猫是他最喜欢的动物 迫不及待想去动物园看从中国来的大熊猫 今年6月两只大熊猫云川和新宝正式落脚圣迭哥动物园 再次掀起了美国的大熊猫热 凤凰威士林汉琴洛杉矶报道